看一下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题目里面呢 所以第一个要先把那个题目稍微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他要我们做什么呢 C1是总发行股数 G1是分配盈余 A4到A58是股东姓名 大家后面还有很多栏位 也可以一次做完 那我做一次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说呢 你先切到那个开启这个范例档 把这个改成总发行股数 那这个怎么建一个名称 前面讲过了 要不你就直接在这边打总发行股数 对不对 Enter 另外一个方法 这边定义名称 两个方法都可以 不过我比较建议你用定义名称 为什么 因为他会自动把总发行股数放到这边来 你可以少打五个字 这边比较快 按确定 分配盈余的话呢 按定义 有没有 分配盈余 按确定 他会自动抓到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打字 分配盈余Enter 但是效率比较差 这边比较快 再来的话呢 股东姓名在底下 这边范围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 其他原油股数一直到 现持有股数排名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上面就是他的名称 下面就是他的范围 而且我这边有总共A到H栏 有8栏 那我希望一次建8个名称 各位 其实可以 放A3 往下选 选到H的58 按Ship键 OK 然后这边选完之后 记得从选举范围建立 名称在哪里呢 点端列 好 那他这个时候 会自动帮我建8个名称 那他的名称在上面 他的范围在下面 自动帮你Match到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建了几个呢 1 2 这边8个 10个对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股东姓名 点这边一下 再点这边底下 是不是这个范围 A4到A58 没错 那另外的话 还有什么呢 原油股数 原油股数的范围 对不对 原油股数点这边一下 原油股数是不是在 B4到B58 没错 那你大概检查一下 另外呢 还有就是等一下会用V路函数 所以把 这边的配股数量表 这个范围建起来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所以这边点两下 Ctrl C 复制一下他的名称 再把上面这个范围 怎么样 选起来 A2到C7 上面这个范围名称呢 我用下面这个名称嘛 用Ctrl C Ctrl V Enter 把这个范围 叫做什么呢 配股数量 因为等一下会用V路函数嘛 我们会用一个Table 会需要一个Table Array 就可以用这个范围 税率表一样 Ctrl C 那选取什么呢 B1到E3 这个范围 一样叫什么呢 税率表 Enter 好 这样全部建立完成了 所以我们会建立 总共有 10个再加2个 12个名称嘛 你自己大概就知道 以后 这个对应到这里 这里对应到 那这个对应关系 以后用F3 它就会帮你把清单 给抓出来 所以呢 我们切回到分配股数 那分配股数 题目是 这个它业绩 去查 这边 到底 是哪一个 那特别主要 它超过了 它就会 如果1000万以上 就是这个 因为 它会 查的时候 有0跟1 0的话是完全比对 找接近的话 它只会找超过 不会找 低于的 OK 所以1的话是找 超过1000万以上的 这个是超过2000万的 所以基本上 1000到2000 就是会抓到这一个 那我怎么把它查过来呢 不过你可能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 业绩以万元为单位 但是 这边 不是万元 所以你必须查 除以1万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先 就是直接怎么样 我们用V路函数嘛 所以 第一个 请你使用 那个 简式与参照里面的 V路函数 那V路函数 记得那个栏位名称 在上面 用V路函数 如果栏位名称在左边 用H路函数 按确定 第一个 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的是 业绩 这个人业绩 它有1450万 那我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除以1万 好 这个时候呢 1450 单位是万 那去哪边查呢 第二个 去那个 按F3 去这个地方 叫做配股数量表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OK 那你会发现 它这边会显示出来 0 然后 这个查出来的 它123个栏位 然后123 三个栏位 然后呢 你要查回来 是第几栏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再点一下配股数量表 它会切到配股数量表 我跟你讲 第一栏是你要查的哦 它会查第一栏 第二栏呢 是装饰用的 其实没什么太大作用 它只是让你知道说 这个到这里 那我们要查的是 它总共要配多少股 所以呢 应该是第几栏呢 这个应该是第三栏 那Range Lookup 那你的比对方式 是要完全一模一样呢 还是要找接近的 那是要找接近的 所以这边请你输入的话 1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或者你打True也可以 1是要找接近的 所以你可以看 要不然就是打这个True True也是 就是1啦 那如果是False的话 那就是0 0是完全要一模一样 完全符合哦 然后它这是找最接近的哦 有的时候如果你背不起来的话 也不用特别背啦 看下面就会有答案了 你只要跳出来就可以 你只要看懂这个说明就可以 好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的话呢 它会帮我查出来 查完之后呢 向下填满 分配的股数就出来了 那后面当然还有什么现金股利啊 其实也一样 F3 F3 反正就照上面公式给就可以了 那请各位呢 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 总共会有12个名称定义出来 好啊记得哦 先把原来里面 如果有的先删掉 先让它清空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